TJ优惠券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那这次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TJ优惠券的这个使用方式 那这次韩版两周年的这个TJ优惠券呢 你开启那个箱子之后你会拿到两张 那这两张他不是直接使用 他会先让你做一个预览的一个画面 你可以先看到你所有曾经冲爆的这个各种东西 包括饰品、装备、武器 然后还有你的合成马 娃娃跟变身 那这个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武器装备的部分呢 他是跟着角色 他是跟着角色去决定 所以如果说你像我这样子 选出来之后没东西 这个不用担心 你可以换到其他角色身上 有冲爆记录的这个角色身上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是可以存仓的 OK那饰品的部分呢就比较不一样 他是所有的角色都会累积在一起 那他会选择一个冲爆记录最高的 那这个就不限角色了 可是在你使用的时候呢 到时候强化的时候 他会必须要强化过了 你才能领出来 那现在这个预览画面只是让你看到说 曾经冲爆哪些 那包括的这个饰品 有这个 徽章耳环戒指都有 那红变这个变身的部分 就当然也是选择你最高的 这个是红变的部分 那我现在最高是红变嘛 所以他就会显示红变 那我曾经合成红变失败过 所以他就会显示红变 那在这个娃娃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他会显示你合成失败 最高阶的这个 那我合成失败最高阶的就是娃娃嘛 我就是合成红娃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呢在这边就会这样显示 好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成这个 TJ优惠券就是可以使用的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把它做 娃娃好了 待会来重抽一次 合成一次娃娃 OK第二个的话 我们制作饰品的部分 饰品的兑换券 那如果说你发现啊 制作之后 你发现这个不是你要的 那你可以再用这个制作 里面把它做回去 刚才在制作前的那一张 那制作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再去做一次的这个预览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再去制作 你所要的这个优惠券 不过你要注意哦 因为每一种优惠券只能制作一次 所以你 你反悔之后 原本那张就不能做了 这个要特别去注意的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只能来做变身啦 我们就只能来做红变 抽红变 因为小编最高阶的这个合成失败记录 是变身 所以我们只能再做一次这个变身 好现在都做完了 我们就直接来拼手气吧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拼的是红娃的部分 第一个拼的是红娃 好来开抽 紧张啊 哇这 啊 失败 失败 有两张红娃 但是 中拉拉 诶 这个开新的卡了 开新的卡了 那拉拉也OK啦 因为我韩版的这个 蓝娃其实是很少 那当然蓝变也很少啦 不过我们还是来拼一下手机 看有没有机会再拼到 之前已经拼到一只红了 再有没有机会呢 诶 有不错的哦 哇 又失败了 又失败了 诶 不过也不错 因为这一次 这个也是开新的卡了 恶魔 也不错啦 也不错 而且又有新的这个卡池 新的这个 卡池的效果 也不错啦 也不错啦 好 那我们来加码一下 如果你的身上 什么蓝变什么都没有的话 抽出来会是什么呢 那这个是妖精 我们来抽一下 好 他给了一个黄金安迪斯 哇 是妖精专用的 是妖精可以用的 再来 蓝蛙的部分 会出现什么呢 诶 给飞龙 哇 他这个看起来好像 都是跟着职业在给的哦 那他直接给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至少他没有给我近战的 因为我是妖精嘛 那他至少没有给我近战 那给黄金攻击力 攻击速度加74% 然后后面加PVP减伤 还有其他的这个效果也不错 那飞龙的话是狼娃里面 其实 玩家会比较喜欢的哦 玩妖精玩家会非常喜欢 远攻的都很不错 好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等级 年纪轻轻 45等啊 这个没有在练的账号 好 现在变成这个可以出去 装个逼装个逼 出去打怪 那个速度快很多啊 以上就是两周年TGA优惠券的介绍 那这段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还没按赞订阅的朋友 记得手速按赞加订阅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